而在俄罗斯这个阵营 最近我们观察到国际局势 其实匈牙利跟俄罗斯走得也蛮近的 那总理奥班最近要到乌克兰去访问了 匈牙利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是 他目前是欧盟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 那教授您的观察 您觉得奥班这次到乌克兰去 他会就乌俄战争来给泽伦斯基什么样的建议呢 是 奥班到乌克兰访问 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意外 原因是因为奥班基本上在整个欧盟国家当中 过去这段时间奥班所扮演的角色 其实都一直是站在相对来说 不是这么支持乌克兰的位置上 原因是因为奥班匈牙利跟俄罗斯普丁之间的关系 是非常的紧密的 那现在奥班担任了欧盟的轮值主席 从7月1号开始接任 他上任之后 第一个呼吁就是打算要成立新的政党团 要在欧盟议会当中 欧洲议会当中扮演更强的这个影响力 当然还在组建当中 但是他的论述是希望能够集结一些 在欧盟国家不同国家当中的右派的政党 一起来发挥他的影响力 要做到这样 要能够集结大家 首先先要洗刷出自己 可能跟欧盟国家过去这段时间 立场都比较对立的这种形象 因此我们说 这次奥班出人一表的 要到乌克兰访问 而且还跟泽伦斯基要会面 其实外界就分析了 第一个重要的理由 就是因为透过跟泽伦斯基的会面 奥班至少要呈现 现在作为欧盟的轮值主席 奥班会跟大家站在一起 至少也会讨论 也会去拜访乌克兰 强调就算匈牙利 在支持乌克兰的这个问题上面 有不一样的 跟欧盟国家很多的会员国 有不一样的想法 但是大方向 仍然是希望能够支持乌克兰的 当然这样的一个表演 这种政治上的一个表态 他是不是真心的会强化 或者是改变整个匈牙利 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 恐怕还有待后续的观察 但是一般认为 作为欧盟的轮值主席 做出这样的一个象征性的动作 奥班有他的盘算 另外再者是 奥班其实我们刚刚说到了 奥班想要集结右派 其实奥班所主打的是 所谓的和平来解决乌俄者冲突 对于奥班来说 他强调和平解决乌俄冲突 但是他也很巧妙的 从头到尾 当他讲和平解决乌俄冲突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 所谓的和平解决 到底用什么样的条件 跟什么样的筹码 是欧盟会鼓励乌克兰所提出的 换句话说 按照大家对于奥班的想象 奥班其实一直以来都认为说 乌克兰要跟普丁来达成 所谓的和平协议 答案很简单 策略也很简单 因为奥班认为 只要乌克兰愿意放弃部分的土地 尤其是放弃乌东地区 基本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很高 但是我们刚刚说了 奥班作为轮值主席 至少他现在展现的是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谈到和平的时候 还没有提到和平的项目 所谓的要达成和平 奥班会打算跟乌克兰 谈什么样的条件 让乌克兰是不是要说服乌克兰 提出谈判桌上的筹码 做出一些变化 这是我们后续可以观察的 但总而言之 奥班跨出这一步 大家都在看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当然很快的 这个答案就会见分晓 因为当欧盟的议会开议 包括了整个欧盟国家 在开始讨论政策 作为主席的奥班 他提出的论述 很快就会被检验 他到底对乌克兰的支持 是不是真心的 还是只是希望可以 让大家觉得 他有一个主导权 然后来主导 所谓的和平协议 朝向他的方向来前进 好 大家都希望是和平 不是战争 很多人也把之前的 这个俄乌战争 跟台海局势来做比较 那北约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 他之前接受专访的时候 就说了 他觉得对岸 似乎一直在煽动战争 而这威胁的 不单单只是台湾 还有邻近的几个国家 跟南海区域 所以教授 您怎么解读 他的这段发言 那这是不是代表 北约未来会对 中国大陆更加的强硬呢 是的 这个问题呢 基本上 史托腾伯格所占的立场 其实是非常的明确的 这个明确是不是代表强硬 或者是不是代表 要跟代表北约整个的 北约组织都形成了共识 要跟中国来进行 所谓的面对面的职求对决 我个人认为 这个解读 可能我们要稍微的 更理性跟谨慎一些 首先我们要知道 北约是非常多国家的组织 它不是一个单一国家 或不是一个单一的秘书长 或者是任何的代表性的人物 可以讲了就算数的 因为它必须取得 所有人的共识 现在是扩张到32个国家 也就是32个国家 有一个国家 有不同的意见 其实就算 秘书党在外面 讲强硬的话 事实上 回归到北约内部的讨论 恐怕也没有办法过关 而且更何况 我们在解读 史托腾伯格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的谈话呢 其实把全文看完之后 就会发现 它确实讲到了 现在的中国在价值观上 或者是在很多的行为上 跟北约所期待的 不管是在人权 或者是在人道主义 甚至是在所谓的台海问题 甚至亚太区域的局势 可能带来的挑战上面 都跟北约的期待不符 但是呢 他也特别强调 整个端网当中 他特别强调 北约没有把中国当成 所谓的敌人 而是一个挑战 再者他也特别讲到说 所谓的北约本来有谈到 在去年有提议 有一些国家有提议 是不是要在日本建立 所谓的北约的办事处 这个提议目前看起来 史托腾伯格自己也说 可能不会继续 甚至是会搁置不再谈了 因为北约没有打算 要真的激怒中国 光是把全文看完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强硬的地方 但是也有相对谨慎 想要维持关系之处 再者呢 其实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讨论世界对于 跟中国的竞争关系 尤其是北约 是不是会强硬的 来对待中国 或者北约会不会 进军到印太地区 跟美国来形成一种同盟 或者是联军的可能性 事实上呢 真实的状况是 北约会考虑 他自己的现实利益 我们从北约各项的策略 可以看得出来 北约国家 基本上他的核心利益 还是在欧洲地区 而且北约是不是真的 可以跟亚太地区的国家 来进行结盟 甚至是邀请 亚太地区的国家来加入呢 也许很多人会有 这样的想法 会觉得有机会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北约的北大西洋国家组织 第十条的规定 加入北约的条件 是必须是接受到邀请 而且还必须是欧洲国家 换句话说 如果真的要让日本 韩国或者是印太地区的 像是印度 澳洲 纽西兰等等国家 真的加入北约一起来进行 印太地区的共同防御 首先 北约的 北约组织的章程 就必须要先做修改 光是从制度上面来做修改 可能就旷日费时 所以我们说 在我们期待北约 可能对中国 或者是对于整个亚太地区 投入更多的支持的时候 可能回归到现实层面 以现阶段 北约真实的利益来做思考 可能会更完整的了解 北约对于中国 对崛起的中国 感受到了压力 也感受到了挑战 也真实的想要找出一些方法 可以协助盟友 可是他们的协助 可能会是非常务实的 从可行性的角度来思考 而不是从价值观的角度来做 只是口头上的论述 这是北约的特色 这当然也是我们必须要 谨慎看待的原因 好我们最后呢 再来关心是南韩现在的局势 总统尹锡悦面临到弹劾的危机 网站上面有一个联署 发起了十多天 突破了93万人 甚至网站还一度大当机 所以根据目前的这个数字来看 赵授您认为尹锡悦 最后被成功弹劾的可能性 有多大呢 是尹锡悦看起来非常不受欢迎 这一点是肯定的 从民调或者是说 刚刚佳容主播提到的 在网上的联署呢 快速的突破了90万人 其实这基本上反映的是 现在的南韩总统尹锡悦 他的这个声望呢 确实是大不如前 至少跟他当选的过程 当选时候的百分之四十几 得到百分之四十几的支持度 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不过我们也必须要特别提醒 如果大家还记得尹锡悦当选的时候 他胜出的票数跟落败者的差距 不到百分之一 换句话说 韩国是一个目前的这个政局呢 是一个非常两极的状况 再加上在刚刚结束的 所谓的国会选举当中 在野党的共同民主党 其实他们在国会300席当中 拿下了187席 也就是一个嘲笑也大的一个情况 在这种状态之下 不难想象 如果要发动所谓的弹劾 或者是想要罢免这个总统 其实光是在野的力量能够集结 就有机会能够提案 问题是在野的这个政党呢 是不是打算真的要 等于是这个梭哈一样的 把所有的牌都压住在现在 恐怕他们还在思考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对应之前 韩国总统的弹劾案 在2004年有卢武炫 2017年有之前的这个总统 朴槿惠 这两个案子 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朴槿惠是成功的遭到了弹劾 国会如果通过了三分之二的同意 弹劾之后 宪法法庭要召开会议 由宪法法庭再来做决定 当时的朴槿惠是因为弊案缠身 而且是罪证确凿 可是现在的 现在的尹熙悦 目前看起来呢 大家提案的原因 包括了第一夫人可能有收受一些贿赂 或者是有财务 财务不明的情况 再加上可能如尹熙悦 他可能对北韩太过强硬 导致南韩的至少是在野党的支持民众 觉得尹熙悦现在带给南韩更多的安全的危机 这些理由到目前为止 跟之前的弹劾案相比 还不算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证据 也不算是非常有力的论述 这点呢也导致了 就算民意有一些支持 可是在野党到目前为止 包括了主要的这个在野党的政治人物 都没有完全的表态 打算要在国会当中提案 当然国会议员必须要来针对民众的反应 民众的联署来做出一些回应 但是如果国会议员在最后的关头 觉得目前时机未到 恐怕尹熙悦的弹劾案也不会沉岸 简单来说 尹熙悦现在的支持度 确实是不断的往下滑 在目前的状况看起来 在野阵营可能会 这个稍安勿躁的再等一段时间 等到尹熙悦有更大的危机 或者是有更大的政策上的失误 或许就会真的 让所谓的弹劾案沉岸 那当然尹熙悦阵营也必须要非常的小心 可能现在要赶快的找一些政策 或者找一些论述 来转移南韩民众对于现在总统的不满 当然南韩的政局会牵动整个印太战略 整个亚太区域的局势 也非常值得台湾的朋友一起来关注 好 今天非常感谢教授 让我们看了不管是美国的政局 南韩方面或者是整个北约跟世界的 这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分析 谢谢教授 谢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